现在的时间是 2004年5月10号凌晨3点18分 我坐在这里 应该是有很多话要说 实际上 这些年来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说话 是第八个年头了 然而 真的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随性地说一些什么 却不知从何说起 这些天来 我一直考虑 应该说什么 并且怎样说 我带了很多唱片 还有很多内容 可是 真的坐在这些机器面前 却练了好长时间 很多故事 都是这样写的 那些人 那些事 其实一直存在 终究不曾远离 都市夜归人 细说从头 在每一个深夜 在每一次结束的开始 远离城市的喧嚣 未归最初的平静 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夜归人 是冰冻的时分 一过临时的夜晚 往事 就像流星 刹那划过心房 都市 都市 灰暗的深夜 每晚子时 张艺 与你轻心交谈 一点点 一点点 书星 甜点 洒野 你的爱 已模糊 你的忧伤 还清楚 我们 于是流浪 这座夜的城市 人生 永远充满了 各种可能性 比方说 在我小时候 我也有过理想 最长久的一个就是 要成为图书管理员 每天和书在一起 并且 不用说话 然而 事实 却与之相反 当然 我也有梦想 成为电台DJ 在我的少年时期 相当多的歌曲 只有一个途径获得 那 就是电台 在我心中 它是一个 极为神圣的地方 并不是我 真的可以进入的 但这一切 并不妨碍 少年人做梦 在都市夜归人 诞生之前 我已经每天 在电台做节目 1998年春天 很有意思的是 每个周末 都下雨 我一直喜欢下雨天 喜欢雨水打湿路面之后 特殊的气味 也喜欢下雨的夜里 看着潮湿的路面 反射出的灯光的影子 轮廓并不清晰 但是 却是另外一个世界 98年的春天 每个周末下雨 我不曾想过 在这个春天过去之后 每个晚上 凌晨 我也要直播 都市夜归人 诞生在98年6月 那时候 我完全不懂 深夜的节目 应该如何进行 我只是和大家聊天 一起听歌 就这么简单 顺其自然 就一直走到现在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 可是当中有艰难 关于生活 离开学校以后 我在这座城市 居无定所 那个夏天 我开始懂得 家 对一个人 是多么重要 我空前的渴望 有一个家 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哪怕再小 那是属于我的地方 我空前的渴望 这属于我的天 我都是在这属于我的地区 在这属于我的地区 我也让我 我倒楞有了 所以就知道 我三人 我已经想要 就是那么大 所以就要 我 请不准备 这属于我的地区 风轻轻地吹 夜沉沉地睡 不曾忘记的是那些不行的梦 江苏音乐台 都市也归人 我从睡梦中醒来 轻轻将门窗打开 月光却这样跑了进来 将我的心温暖起来 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 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 飘呀飘 飘在茫茫人海 偶然会有月亮陪我等待 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 在每一次结束的开始 远离城市的喧嚣 回归最初的平静 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夜归人 都是夜归人 每晚子时 张艺与你倾心交谈 1999年 我清楚地记得 那是在秋天 我写了一篇文章 南京与我 那篇文章写得很累 直到修改完成 一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那三十天里 我每天都在想 关于南京 关于我 我知道 我确实要在这座城市里 安定下来 我必须了解它 也就是从那个秋天开始 有关于南京的历史 在夜归人中出现 并且持续了几年 直到今天 我还很怀念那段时光 那是我 真正地去亲近南京 并且是和大家 一起去寻找 去捕捉 这个城市的过往 1999年 是我认认真真的 去考虑一些什么 当全世界都在迎接 千禧年到来的时候 夜归人 不可避免地 走入到过去 很多已经离开 永远不会再来 只好见面再说 不能强求 地图有些老旧 记忆清晰难改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蛋糕 他人 他人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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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于现在和将来而言 过去总让人心里踏实 因为它是真正发生过的 不会再改变 那段时间里 我尽可能地走南京的每一条街巷 品尝每一种传统小吃 翻阅大量书籍 我去看南京的人 南京的树 南京的房子 南京的街道 那样的生活 有意义 并且有意思 月夜和天天 雨晴 连夜间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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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昔夜夜街 雨昔夜街 雨昔夜夜大夜 雨昔夜夜行 雨昔夜夜眉 雨昔夜眉 雨昔夜夜夜 雨昔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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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昔夜 雨昔夜夜 雨昔夜 雨昔夜夜 雨昔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每一个深夜 远离城市的喧嚣 回归最初的平静 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野归人 江苏音乐台 都市野归人 每晚子时 张艺与你倾心交谈 岁月的笔 在时间的墙上留下斑驳印记 都市野归人 喜说从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小我的身体就不好 加之我并不善于照顾自己的生活 因此到了两千年 身体变得非常糟糕 依然是从春天开始的 就像每个春天一样 那年我病了几个月 然后就不停地哭 然后就走了 我是想彻底离开的 永远不再回来 很多朋友劝我留下来 我也犹豫的 真的 因为我真的喜欢电台这段工作 其实在我心里 它不是工作 而是少年时候的梦想 两千年开始 我认识了许多朋友 也开始对别人说话 而不是每天最后一个小时 夜归人这档节目里 已经四年了 我的改变是巨大的 而我欣喜这种改变 总有一些无法改变 总有一些无法改变 江苏音乐台 都市也归人 有一个老人 总坐在海边 望着蓝天 望着海 他总是兴奋地 对着孩子们呢 诉说一个老故事 再见你的时候 我只是淡淡一笑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像记忆里 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没完子时 张艺说最真的话 说给自己听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影 后来我一直想 为什么电影很难 在广播节目中出现 是 电影是综合的艺术 有画面 有声音 可是广播 需要的 就是声音 我剪了不少电影 真的很辛苦 然而 很值得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你会像马达那样 找我吗 会啊 会一直找吗 会啊 会一直找到死吗 会啊 你撒谎 一切都是电影 比电影还精彩 让我了解 真实的场景 充满悬念的生活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在大家心里 张艺是个任性的人 夜归人也是随性的 其实 还有束缚 比方说影片 很多好的音乐 并不能在夜归人里出现 因为 它是深夜的节目 我特别喜欢 石破天惊的原声 每次听到它 心都要跳出来 我一直没有机会 和大家好好的分享 或许今天可以 我们现在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起来和大家心中的夜归人是多么的不协调 反差如此强烈 就是这个样子 所有的随性背后都有约束 夜归人也不例外 我一直很懊恼的是 夜归人不能在白天出现 所以 大家看到的是夜晚的我 人生是多面体 人更是这个样子 我也常常想 会不会有一天 当夜归人彻底结束之后 如果还有可能 我在白天出现 会说完全不同的样子 那个样子 也是我 火灯离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时候的我 会是轻松的 真实的轻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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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夜归人 我们的故事 01年冬天开始 我的心情变得极度不平和 我一直很努力地尝试 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安静下来 然而很难做到 在02年春节刚刚结束 我第二次去了李宗盛 在那里我感受和南京不一样的人 亲眼看着一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事情 每天的上演 日出才能感受uming 日出日落 日出 日落 还有流水的声音 以及空气的清冷和透彻 其实我很喜欢到处乱走 我也一直想着 有可能的话不用工作 每天到处乱走 拍很多照片和自然对话 然后都放在心里 我很希望这一天能够到来 从丽江回来之后 我的情绪平和了 或许是巧合 又或许我真的找到一种方法 走出了那次激烈 微小的车站里 注视时间的荒原 列车静静迟过 等待初次的记忆 江苏音乐台 都市野归人 成年人拥有很多权力 然而成年人并不轻松 权力与义务是依附生存的 我不喜欢承担责任 所以宁愿放弃权力 遗憾的是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放弃 于是我尝试着 用各种方式 让自己真正是一个成年人 直到今天 我并不觉得我已经完成 至少我知道 我在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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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世纪里 都应该有新的变化 我也应该这样 因为我是成年人了 02年和03年 我却非常失败 我生了病 病得很重 我一直吃药 吃中药 黑苦的中药 我甚至去做手术 还是不能够获得健康 03年是最糟糕的 情绪陷落到低谷 这并非是01年底的激烈 而是绝望 一整年都是绝望 我甚至想放弃 放弃所有可以放弃的 很庆幸的是 最终我还是在这里 每天看见南京的天空 虽然 并不一定是白天 我真的得承认 我相信了那句话 当人生陷落到最低谷 再向前走 都在变好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只要你愿意等待 所有的等待 都会有结果 为难的是 这个结果并不一定如愿 我等待了整整两年 还没有等到我的健康 但是我学会了释放和宽容 对待自己 对待他人 对待每一件事 常常生命本身是艰难 并且尴尬的 当阳光不能照进屋里的时候 请记得 为自己点一盏灯 冬天 花开得静默 冬天 难以开口 这似乎是以后的事 等风吹过 树枝把春天接住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再见你的时候 我只是淡淡一笑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像记忆里 真的没有发生过什么 江苏音乐台 江苏音乐台 每晚子时 张艺 说最真的话 说给 自己听 联通炫卡 都市夜归人 本节目 由中国联通 江苏分公司 剧名播出 早就已经天亮了 现在是上午的八点 五个小时 也仅仅 也仅仅只说了这么些 我真的感谢你们 夜归人七个年头 整整六年 如果不是你们的陪伴 我一定早就离开了 很多朋友问我 夜归人里的那些提头 都是什么意思 这一个或者那一个 其实 我都是想对你们说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你好吗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那么熟悉 怎么可能还没有相遇 留不住时间的背影 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 都市夜归人 我们的故事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 相见天美了 很多故事 都是这样写的 那些人 那些事 其实一直存在 终究不曾远离 都市夜归人 戏说从头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我以后眼泪吹 最自然的声音 最真实的心情 最坦诚的 都是夜归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有些灯火是孤独的 他们做梦照须身边的树丛 他知道他的快乐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街灯将脾背拉长 脚步把回忆扣响 都市夜归人 用思绪触摸黑夜的光亮 阿玛有这条老唱片 长期的阿玛都会面穿 三不五十看一条的帖 出来片 老的人 阿玛有这条老唱片 阿玛有这条老唱片 大概就下过了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他们说季节越来越无常 就连雨水也跟着受伤 整个世界像风中尘埃 谁也不敢大声对人说 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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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沉默的树 在黑夜默默成长 都市夜归人 在深夜陪你绽放 多久没见你 以为闻不到你气息 原来你背影这么长 回头就看到你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 桌上有一杯茶 要有多坚强 才能念念不忘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沉默的树 在黑夜默默成长 都市夜归人 在深夜陪你绽放 在熟悉的街道 看陌生人跳舞 由于长久的站立 指向希望的地方 变成了路牌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保护视力 地防近视 严保健康 开始 夜深了 都市夜归人提醒你 闭上眼睛 保护视力 故事的结局 总是走进烟尘往事 就像一场飘雪 下过了 大概就下过了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总有一些无法改变 那些人 那些事 那段岁月 终须归别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都市夜归人 你一直说我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我还是觉得 你和音乐 很温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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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我是张艺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甘,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